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评论号者 我们这期来讲一下许家印 许家印还能活多久 我们知道许家印现在是一个新闻人物 在今天出版的胡润富豪排行榜上 他被评为2017年中国的新属妇 他的个人资产达到多少呢 2700亿人民币创下历史记录 像许家印先生还是全国政协的常委 应该是春风得意的感觉 在去年的富豪排行榜上 他应该没有那么好的 因为在2017年 他的个人资产增加很厉害 主要是他有几次成功的融资 然后他的整个股票 很大的股票大概上涨了五倍 所以他的资产价格是猛增 身价暴涨 然后平均每天说要赚十个亿 现在已经是2700亿人民币了 排的第二名是腾讯的老板马化腾 马化腾大概比他少几百亿 第三名是阿里巴巴的老板马云 大概是2100亿这样子 之前去年第一名是王健林 王健林今年是远远的落在后面了 原因是万达遭出很多麻烦 万达我们知道以前是一时风头无二的 今天曝光了几次事件 他把他的一些酒店资产 什么文娱资产都贱卖掉 然后他在海外的投资内受到很多限制 可以说虚幻的这种资产的泡沫也好 或者说王健林慢慢的自己的底裤露出来了 我觉得他的麻烦还没有真正开始 还在后面 我们可以一起拭目以待 那我们讲讲恒大的那个许家印先生 好为什么我们说他还能活多久的 因为我确实替他捏一把汗 第一个是因为这个房地产行业 现在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是蛮危险的一个状态 我们之前讲说万达也好 说起来那个资产那么多 企业资产快上万亿了 然后个人资产几千亿 但实际上其实这种经不起推敲了 为什么他们的那个资产负债都很厉害 我们现在看不到说公开的数据 说恒大集团 他的一个资产负债率多少 按照一般来说 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负债率 一般平均负债都在90%以上 所以我在想 如果说抛开他的一些 一些负债的话 他的净资产多少 其实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其实钱多钱少 对于这些富豪来说 也未必有多大的重要 有人可能要名 有人要利 对吧 那如果许家印先生 他可能满盈Joy 他现在这个属富的位置 我印象中应该他第一次登上 这个属富的宝座吧 第一次应该是 原因是 他走上风口浪尖 是因为他自己集团 有一个报纸叫恒大报 一般的企业都有自己的一个内刊 对吧 然后最近有两次刊登的很有意思 说许家印会见贵州省市领导 会见江苏省市领导 一看就蛮有意思 应该企业在中国的这个 社会环境里面 你企业家也好 在牛的企业家也好 在那些政府官员 特别是这些省 省部级的应该算是高官了 对吧 你去会见他们 应该感觉像中央领导一样 虽然许家印是全国政协的一个常委 但是也算不上中央领导吧 然后许家印被内部被称为叫恒大帝 就好像登基做皇帝的那种感觉 我相信他们自己自我感觉应该是非常良好 说他会见什么贵州省委书记 谁谁谁 会见江苏省委书记 谁谁谁 畅谈怎么发展计划 听了也是蛮搞笑 我觉得这应该是 为什么他能活多久呢 应该是犯了中国的这种大忌了 别说你自己企业内部问题一大堆 对吧 完全经不起推敲 虽然你也有强硬的靠山 你背后是有某某在支持你 或者你是某某的白鼠套 但是这么高调的 不知收敛的公开的在讲这些事情 讲你去会见省委书记什么的 可以看到说在中国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特别的环境下面 在这样短期可能40年左右的改革开放时间里 这些土豪老板们 他们膨胀到什么程度 他们觉得自己有几千亿的身家 觉得自己是了不了不得了 然后可以磨空一切 我倒不是说他们一样多尊敬 那个所谓的政府官员什么的 对吧 你企业如果是经得起推敲 你合合规规的去做企业 纳税 对不对 提供就业机会 赚的钱回报社会 做慈善也没有所谓 像西方有很多富豪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富豪都那么招人恨呢 是不是 自己一屁股死 对吧 自己那个钱来的 多少进不起推敲 做了多少坏事 才是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在想 许家印 我真的对他捏把汗 我们觉得可能 不用很久 就可能会 看到很大 可能会出事 然后他个人也会 少不了牢狱之灾吧 我这么想 因为看他的这些言行举止觉得 可能得倒霉不远了 因为我们知道说 19大之后 整个中国房地产的一个泡沫 它必定会破灭 那破灭的形式呢 也可能是自然的破灭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呢 中国政府出手把这些 所有的房地产企业输入囊中啊 然后他要把这些资产充公 我相信那个时候 许家印先生 他背后的保护伞啊 背后的靠山 也保护不了他了 这是一个 事关党国前途命运的大事 换句话说 关系到共产党 能不能执政 中国政府会不会垮台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大事大非的面前呢 在许家印你恒大 你再牛也好 可能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看到 其他的一些 一些怎么说呢 一些聪明的企业家 可能会知道说 要打土豪分田地 打土豪分房子了 乖乖的把股份送出去 许家印这么高调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是 会第一个拿下来祭刀啊 拿下来立威的一个榜样 所以许家印先生还能活多久 我觉得不要高兴的太早 这个站的越高 可能摔的越重啊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评论HOT 我们下期再见 每天都有财经大事件发生 每天都有时局风云变幻 你可以无动于衷 但不可以装着 看不到和听不见 用力拨开资本迷雾 让公众克服贪婪和恐惧 冷眼观察政治博弈 揭秘危机背后的真相 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